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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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发誓成佛 为了获得佛的过位 我们闻死修心 最后成佛的时候 去读华无量的终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呢 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 那今天的课 我们就准备讲这个内加性的修法 因为我们去年 在这里讲过这个外加性的这些修法 像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轮回的痛苦 还有因果不虚 这四个外加性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四个外加性呢 就是 是修这个出离心的 就是用来修出离心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像宗喀巴大师 在这个 这个 三主要道当中讲的一样 我们修心的人 必须 就注意 三千事 第一个就是出离心 第二个呢 就是菩提心 第三个就是真无空心 那这三个当中呢 就是包含了这个 所有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内容 也可以说 这三个就是佛法的精化 那么这三个 我们这三个修法 我们怎么样修 比如说出离心 我们怎么样培养 从没有到有 从有到这个 最后的这个 达到这个最重的标准 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呢 这个不是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以 少想 百佛 念经 不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 这个完成 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呢 就是要大作 大作修心 才能够完成 那大作的这个具体的很多方法 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灰灯之光里面呢 有这个光盘 还有这个 这个 熟 都有 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些具体的这个大作的方法 那除了灰灯之光以外 那当然有更多的这个熟 比如说 大圆满的前行 菩萨上师的烟教 等等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像中喀巴大师的菩提道 此地广伦 等很多这个修法里面呢 讲了非常多的这个具体的修法 那这些都我们可以去修 首先是要修这个出离心 这个我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 当我们还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呢 先不忙修这个密宗 或者是大圆满大首印 或者是这个空心 都不忙修 还没有菩提心的时候呢 还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呢 菩提心的修法 也是没有办法修了 那其他的修法就更没有办法 这是由这个磁底 这个磁底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修这个出离心 出离心的这个具体的修法 那就是我们去年讲的 这个人生难得 等这些外加性的修法 通过外加性的修法 这个通过这个外加性的 这个一系列的修法 培养出离心 那么出离心 什么样子叫做出离心呢 这回灯之光里面呢 翻覆的这个提到了 出离心也有高标准的这个出离心 也有低标准的出离心 比如说 比较简单的 低标准的是什么样子呢 最低的限度 比如说 普通人 还不学佛 不修心的人 他的人生的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赚钱 这个赤和瓦勒等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实践 实践的这个五值的相守 还有如果再高一点的话 有些人就是修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就是说 就这一生当中积累资量 然后呢 下一时可以这个获得这个人天的这个国威 就可以投身到人 或者是天人当中 然后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 那这叫做人天成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修法 在这样子的冬季 季初上 就这样子的发心 发心 以这样子的发心 修任何法 修任何一个法 无论是扫相 白佛 念经 或者是大作修餐丁 都变成 实践法 都变成实践法 那什么叫做实践法呢 实践法 就是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 可以 这个 相守这个人天的福报 但是呢 不能 解脱 更不能这个成佛 这样子的发 那叫做这个实践法 这个 灰灯之光里面呢 有一个 叫做这个三个差别 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三个差别就是这样 第一个实践法 是什么 然后就是像这个外道跟这个佛教的差别 是什么 然后这个世间法和初世间法的差别是什么 然后就是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差别是什么 就讲了这三个差别 这里面呢 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如果是以这种发行去修行的话 那就是只能在这个轮回当中 可以健康 可以长收 可以发财 下意识也就可以赚到这个人和天人 但是呢 永远都不能解脱 这叫做实践法 然后要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是什么呢 初世间法就是解脱法 解脱就有两种解脱 一个是大乘佛教的解脱 这就是成佛 另外一个就是小乘佛教的解脱 小乘佛教的解脱呢 就是就聊脱了自己的这个生死 聊脱了自己的生死的问题 但是呢 没有这个读华终生的能力 那这样子叫做小乘佛教的这个解脱 这两种解脱 那这两种解脱的最低的基础 那是什么呢 就是处离心 要有处离心 没有处离心的话 那就是这些都变成这个实践法 那么处离心的最低的标准 我们刚刚讲了 只要由我从现在起 我的人生的目标啊 就是这个希求解脱 希求解脱 我一定要解脱 为了解脱 去这个停法 修法 那有这种发心的话 那这叫做这个 处离心啊 处离心啊 这个非常重要 嗯 嗯 嗯 这个解脱啊 如果没有这种处离心的话 那不仅是少乡 就是要去到这个决定心的这个作用 那编成一个大乘的修行人 还是小乘的修行人呢 也是啊 以我们的啊 这个发心来决定啊 那变成一个外道 或者是变成一个佛教徒呢 也是以我们的发心啊 来这个决定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内在的一种发心啊 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心事来决定 嗯 所以处离心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 都是非常的有限啊 人生很短暂 嗯 然后呢 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要啊 这个整个生命的啊 百分之七十八十啊 都用来去做其他的事情啊 赚钱啊 家庭啊 工作啊 就是做这些事情 嗯 那生下来的啊 真正的这个去听佛法啊 修行啊 这样子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少 嗯 那这么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啊 虽然本来就是这个我们学习的啊 和这个修行的时间很短暂 那这当中啊 也没有修到这个处离心 也没有修到这个菩提心 没有抓到终点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是啊 年纪啊 烧香啊 白佛呀 磕头啊 这都做了 但是呢 因为没有抓到终点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啊 没有办法这个解脱啊 所以必须要修出离心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这个修法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已经讲过了 我想啊 那今天我们在做的 那今天我们在做的 那应该是绝大多数都已经去年也已经听过了啊 还有苏达基堪布啊 以西彭作堪布 他们也在啊 讲这个嗯 潜心的修法啊 潜心的修法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定要修 这是第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啊 这个出离心 我们基本上大到了它的表准的时候呢 那然后修什么呢 然后就是修这个啊 内加性 也就是说修这个无加性 嗯 修无加性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皈依啊 先是修皈依 那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啊 发了菩提心啊 皈依这个这个无加性当中的皈依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啊 皈依啊 这个跟小乘佛教的皈依在动机上 在发心上有所差别啊 先修这个皈依 嗯 皈依完了以后呢 第二个就是要发菩提心 在菩提心呢 我们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二个就是发菩提心 嗯 然后又了皈依发心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修金刚萨多的修法啊 以金刚萨多的修法啊 就清津我们国取的这些罪业啊 那是第三嗯 第四啊 就修这个曼查罗的修法啊 通过曼查罗的修法 积累资量啊 积累资量嗯 然后呢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就是修上师瑜伽啊 那通过上师瑜伽我们就通过这个修法就活得上师的这个加持啊 传承上师啊 历代的这些上师从释迦牟尼佛到我们的根本上师之间的上师的加持就通过这个啊 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啊 来这个活得这个啊 加持啊 这个时候呢啊 所有的真无空心的这些啊 这个条件啊 都具备了啊 呃 皈依 就是通过大乘佛教的皈依 我们进入了佛门了啊 啊 然后呢 发菩提心啊 使我们变成了这个大乘的修心人啊 然后金刚萨多的修法 就是通过金刚萨多的修法啊 就清净了我们从无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啊 然后通过这个曼查罗的修法也积累了很大的这个资粮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真无空心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啊 听这个更神的法啊 更神的法是什么呢 先是修禅丁啊 先是修禅丁这个禅丁的修法呢 呃 灰灯之光当中也有 那我们曾经也讲过了 这个极致的也就也叫做这个极致的修法啊 极致的修法 禅丁的修法 有很多种这个禅丁的修法 有不同的这个呃 修法啊 但是这些所有的不同的修法 他最重啊 能够达到啊 能够达到啊 一样的这个啊 目的都能够达到一样的目的 如果自己修得好 那这都能够达到一样的目的 虽然方法有很多不一样的 但是呢 结果啊 都是一样的 然后修这个禅丁的修法 禅丁的修法呢 我想可能需要 我们可能需要修一年到两年啊 三年这样子的时间 嗯 那这个修完了以后啊 然后再去听大阅蛮啊 或者是大手银啊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宣泽 那密宗里面呢 有大阅蛮啊 大手银啊 十轮金刚啊 有很多种这个修法啊 那自己喜欢什么法 就修什么法啊 自己对那一个修法 有特别的这个心性啊 就是可以选择这个法 这样子才能够啊 证悟啊 这样子才能够证悟 前行呢 我们去年讲过了外加性啊 那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修心啊 多数人应该有修了啊 还有苏达基堪布在讲这个前行啊 那很多人也就跟着这个苏达基堪布的课程的精度 也在修啊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啊 去年讲了外加性啊 按理来说啊 应该大家修了这个处理性了 那那么今年啊 就讲这个 和皈依发行 还有就是金刚撒脱的修法 这样子就及格内加性的修法啊 然后以后再有机会的话啊 那然后就是这个金刚啊 这个曼查罗的修法啊 还有就是上师瑜伽修法 最后两个这个修法 那第三年啊 第三年就讲最后两个修法 这样子以后呢 外加性内加性啊 都就讲得比较圆满了 嗯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 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 就可以修产丁 嗯 然后第五第六年的时候呢 可以修这个呃 大圆满也好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空心的修法 就像先宗里面这样的这个中观啊 空心的修法也好 都可以修了 这样子一步一步修 才能够有 才能够有这个收获啊 有结果啊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啊 我们千万不要 一位啊 没有修这个出离心啊 没有修这个菩提心之前啊 就可以修大圆满啊 也就是说 没有出离心 在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的啊 这个情况下 也可以修大圆满 也可以证悟啊 千万不能这样子 是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嗯 嗯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啊 啊 证悟大圆满 这个是 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嗯 啊 如果啊 啊 架实啊 架实在这种情况下啊 啊 证悟的话啊 那这个证悟也就不会有什么 嗯 不会有什么 这个真正的实际意义上 实际的意义啊 为什么呢 嗯 因为没有这个 这个加薪的这个基础啊 啊 没有这个基础啊 所以嗯 虽然是证悟了 但是这个证悟呢 就会啊 一定会啊 就是比如说 一个月 两个月啊 以后呢 消失了啊 消失了以后呢 啊 再也找不回来 永远都再也找不回来 是这样子的 所以 那我们修心 就不能这个 忽略这个过程啊 这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最终我们啊 需要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需要的是要证悟啊 要证悟空性 嗯 因为我们啊 断除烦恼啊 那断除烦恼不是 处理心去断除烦恼啊 那是以什么心去断除这些烦恼呢 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 去嗯 推翻啊 推翻啊 我们的这个我执 嗯 推翻啊 或者是摧毁我们的我执 以后呢 嗯 然后所有的这些烦恼啊 所有的烦恼也会啊 这个也会啊 这个消失 嗯 这是最终啊 最终的目标 嗯 但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的 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呢 啊 这过程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忽略忽略了这个过程啊 要最后的结果 嗯 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需要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 那这个过程是相当的重要 嗯 因为我们一个普通人啊 一个普通人啊 业障很深重啊 啊 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说明我们的业障深重呢 啊 怎么能够证明我们的根基很差呢 啊 因为释迦牟尼佛啊 啊 这个 这个 出世 转法轮 已经这么 接近三千年啊 啊 2500多年了 嗯 那么一个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啊 啊 我们没有证悟啊 啊 我们也没有断除我们的我执啊 啊 我们还有我执 我们还有贪承痴 啊 什么样的烦恼都有 嗯 那么佛法在这个世界上就呃 已经啊 这么长时间啊 啊 那我们为什么还都都没有做到什么呢 这就是说啊 我们的根基很差 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再不努力的话 那就以后啊 就根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呃 可以是可以可以证明我们自己啊 是一个嗯 在佛教徒当中啊 就是一个根基比较差的人啊 啊 那么根基比较差呢 那我们怎么样啊 能怎么样啊 我们提神啊 或者是圣集啊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根基呢 怎么样能够成熟我们的根基 这个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是有办法的啊 一个普通的人啊 一个根本不不信佛的啊 从不信佛到心佛啊 从心佛根基不成熟到根基成熟啊 根基成熟 根基成熟到最后的这个证物啊 这是一步一步 这是有办法的啊 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啊 就是加薪的修法了啊 这加薪的修法就是这个办法 通过这种加薪的修法啊 我们啊 可以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根基 是我们的根基成熟啊 根基成熟了以后才能够证物 就像六祖灰能大师啊 这样子的人啊 一句话就证物了啊 一句话就证物了 证物空性了啊 那么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呢 就听了 比如说中观啊 一本由一本的中观的书 听了学了啊 听完了以后呢 还是不整误啊 还是不开误 那么为什么呢 嗯 我们人与人之间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那六祖灰能大师这样子 他们也是学佛的 我们也是学佛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嗯 这个差别啊 不在于任何这个啊 外在的这个心事上啊 而在于这个内心的这个根基上面啊 六祖灰能大师啊 等国取的这些修行人 根基非常的成熟 所以他一句话就可以成啊 可以这个证物 那我们啊 听了这么多话也就不证物啊 那个原因就是 根基不成熟了啊 那我们怎么样啊 让我们的根基成熟 我们有没有办法 我们的根基也就是像六祖灰能大师 像他们这样子的根基呢 嗯 这个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有办法啊 有办法 这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修佳醒啊 修佳醒大祖啊 这个是一个啊 比较辛苦的工作啊 就是啊 大祖啊 这个就是需要有这个拥挤 需要有耐心啊 是一个比较枯早的啊 但是呢 啊 开始的时候啊 如果有这个啊 啊 勇气啊 这样子的话呢 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好啊 最后对修新就会有兴趣啊 有强烈的兴趣 嗯 开始的时候呢 啊 因为我们修 比如说修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都不一定有什么进步啊 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啊 啊 这样子以后呢 那这很多人都这个修新啊 修不下去了啊 让我们念经磕头啊 大家都愿意啊 然后呢 去学一点东西啊 听听法啊 听听佛法 这个也可以啊 但是呢 要静下来啊 修新啊 这个本身就是有点难啊 啊 再说呢 啊 现在就是很多啊 现代人啊 工作忙 压力打啊 啊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浮躁啊 浮躁 因为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东西啊 有很多外在的东西啊 经常在干扰啊 我们的内心啊 然后本身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修新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心呢 非常容易受到啊 外在的这些影响 嗯 嗯 啊 进步期考研 在这种情况下 嗯 修新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 那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解脱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通过通过修新解脱啊 并不是通过念经啊 并不是通过少向拜佛啊 就是修新啊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呢 啊 大家一定要努力啊 啊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 啊 钱啊 赚得再多也好 这个是代不走的啊 啊 然后呢 啊 这个呃 敌尾在搞也好 啊 民生嗯 在大也好 这些都是啊 当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很向往啊 很羡慕啊 这种人 嗯 嗯 但是呢 嗯 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拥有的话 啊 那一切也都是 不过就是 啊 这样啊 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意义 我们了解了以后才发现啊 其实是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的 嗯 唯一的这个有勇的啊 真正有这个实际价值的 是什么呢 啊 就是 是修心 修心啊 才能够提神啊 我们自己的境界啊 才能够真正带来这个幸福啊 最终是这样子 但是呢 看一头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点难啊 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修 要克服这个困难 一定要去修啊 啊 好 这就是啊 啊 这个啊 啊 修 需要修价心的这个原因啊 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没有修完这些价心之前啊 不要去修大月门啊 听一听 可以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修了啊 是没有用的啊 修不起来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就是啊 以前的所有的这些上师啊 我们可以看这个嗯 大月门的前心啊 不先上师眼角等啊 这些修法里面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 现修这个前心啊 那前前心啊 不但是要修前心啊 而且啊 这个前心的每一个修法啊 都要分开啊 都要分开 从外家心到内家心要分开修啊 那外家心当中的 比如说人生难得啊 和死亡无常 这四个家心啊 就混在一起啊 混在一起 然后就艰难的这样子修一下啊 也可不可以呢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要分开修啊 人生难得 就有他的这个修法啊 也有他的这个结果啊 无常呢 也有无常的修法 无常就有无常的这个作用啊 这个四个不同的修法 都有四个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啊 四个不一样的结果都有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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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啊 所以这些修法呢 任何一个修法都不能啊 代替啊 另外一种修法 这个是要分开修的 分开修 然后四个外家心修完了 然后再修修啊 啊 那家心啊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啊 时间的所有东西啊 时间的所有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金钱 家庭 感情 包括自己的身体啊 都在这个变化当中啊 都在变化当中啊 这所有的东西变化 他又没有一个规律呢 他没有一个规律啊 他是 他为什么没有规律呢 就是他怎么样的变化啊 他往什么方向变呢 就是要看他的当下的这个因缘啊 当下的因缘会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因缘啊 会决定啊 明天的这个即将要发生啊 什么啊 就是说今天有什么样的因缘 就明天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这些这些变化呢 啊 都说不清楚的 因为今天的当下的这个因缘啊 有各种各样的 如果有好的因缘啊 每天都是好的因缘 那么每天的这个结果也是这个啊 往好的方向发展 嗯 但是呢 如果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因缘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结果 他的这个结果也是啊 也是啊 也是往不好的方向这个发展 所以啊 比如说神体啊 逐渐逐渐的衰老啊 还有就是还没有衰老的时候呢 生病啊 然后就是这个家庭干情啊 还有这个财产啊 都有很多很多这个意外的啊 预料不到的这些这个变化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这是因为这些都在这个呃呃 都在这个这个因缘当中啊 这个变化啊 那这些因缘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些因缘呢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啊 所以都是靠不住的 嗯 那么唯一的靠得住啊 唯一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这个时期的时候 就我们能够带走的啊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修心啊 就是修心 比如说我们有了处理心啊 有了菩提心啊 真无了空心 那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处理心我们可以带走啊 菩提心也可以带走 真无空心也带 带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啊 这个人因为是前世的因缘啊 下意识 即时时投生到一个没有佛法的一个这样子的边缘的地方啊 即时时投生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啊 但是呢 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的作用啊 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与众不同的啊 他自己成熟了自己的善根的时候 他一定会修心啊 他的身边啊 在他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没有这样子的修心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嗯 但是呢 因为他有过去的这个啊 这个因缘 他一定会自己去啊 这个学佛成就 这不就是这个啊 这个生啊 这个小成佛教的啊 比如说小成佛教啊 这个圆绝啊 圆绝就是这样子啊 他就是他偷生的时候呢 啊 是没有佛法的时候啊 根本没有佛的存在 根本没有佛法的存在 他这个时候会出现 嗯 但是呢 因为他国取的这个修心啊 没有人教 那没有人教他 但是呢 因为他国取的修心呢 他的善根成熟了以后呢 他自己去找啊 自己去找这个佛法 通过自己的这个啊 依靠自己的这个嗯 国取的因缘啊 啊 去整无啊 是这样子的 嗯 那么其他的人 除了这个身温圆绝当中的圆绝意外啊 啊 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说啊 我们可以带走啊 这个 菩提心啊 菩提心我们走的时候可以带走啊 处理心也可以带带走啊 正悟空心也是可以带走啊 金钱带不走啊 啊 啊这个清纯啊 啊 等等等等啊 那这些都带不走 这些都是所有都是 这只不过就是这么这么几年啊 或者是几十年 或者是十几年啊 这过了以后呢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还是要要修心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啊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自修了一个处理心啊 自修到一个处理心 一个标准的处理心 其他什么都没有修到啊 啊 那也可以算是很成功了啊 也算也可以算是很成功 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处理心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个解脱道了 嗯 已经走上了解脱道啊 已经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啊 就已经卖了一大补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 那在处理心的基础上 如果有菩提心啊 重工心 那就更不用说了啊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这个是呃 钱在难封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一定要珍惜这个 虽然是我刚刚刚讲的啊 虽然是大家很忙碌啊 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还有外在的很多很多的忧惑啊 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社会离环境当中啊 要去保持住一个非常平静的心啊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嗯 但是呢 虽然是有难度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做不到啊 也是可以做的 如果我们自己能努力的话 也是可以做的啊 所以我们呢 我们的要求不高啊 即生称佛 有这样子的说法啊 啊 如果绣得好 在密法里面呢 也有这样子的方法啊 有即生称佛 当然是非常好了 但是 可恐怕 啊 我们很难做到啊 真无空心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啊 真无空心 那我们没有死之前 能不能中无空心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 啊 啊 菩提心 有没有可能 这个更有可能啊 然后 出离心 又没有可能 这个还是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了啊 但是如果我们不修心的话 这一切都是没有可能了 那 所以 啊 还是要修心啊 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啊 我们 比如说 暂时啊 我身体健康啊 我心力 就没有什么压力 嗯 然后呢 啊 有 稳定的 这个 收入 啊 家庭也 很和睦 啊 一切都很开心 啊 很顺利 嗯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很多 很少 很多的人 就觉得啊 我已经是很圆满 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去修心的人 这是很少了啊 但是呢 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子啊 这一切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切啊 呃 都靠不住啊 到今天为止 我们身体健康 呃 比如说 有稳定的 这个 这个收入啊 都啊 一切都很顺利 嗯 但是呢 这个已经过去了 啊 啊 顺利的 这个是 这个这个阶段啊 过去了 那以后呢 是不是一样的啊 啊 是不是每天都是一样 每年都是一样呢 啊 这就是不好说了 很有很多意外的突发性的事件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淫缘啊 都原因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淫缘 谁都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这个时间 要修心啊 这个相当重要啊 修的时候 把五个外加心和内加心分开啊 先把外加心修完啊 每一个都尽量的这个大导啊 他的标准 比如说人生难得啊 他的标准是什么 佛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灰灯之光里面呢 有啊 灰灯之光里面讲的这些标准 都是比较啊 比较这个啊 比较这个低啊 比较这个低层次的标准 不是不是高标准啊 底标准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要做到这个高标准呢 你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我们先做啊 低标准 然后呢 慢慢的这个啊 发展嗯 这样子比较好 所以啊 先修这些修法啊 然后这个四个外加性修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开始修内加性 从皈依开始啊 皈依发菩提心一个一个修啊 尽量的就大到这个佛经上说的这个标准啊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这个皈依的修法啊 皈依的修法啊 我们在座的都已经皈依了啊 肯定是已经皈依过了啊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啊 皈依过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受过了这个皈依结 但是受过皈依结以后呢 还要修皈依啊 皈依有皈依结啊 收皈依结 然后就是修皈依啊 有这样两个这个两个这个啊 不同的阶段啊 收过皈依结以后呢 是不是不需要修呢 啊 这个是两回事啊 啊 收过皈依结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是这个绣皈依的修法啊 那皈依的修法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皈依的修法是啊 大乘佛教的皈依修法啊 那大乘佛教的皈依修法当中呢 他密法的这个啊 啊 密宗的这个皈依的修法 密宗的皈依修法也有很多种啊 那这个当中呢 是那一种呢 就是大阅满啊 龙青心碎啊 大阅满龙青心碎的这个啊 前行嗯 嗯啊 我们讲的都是根据这个大阅满的前行啊 不先上是颜教啊 就根据这本书讲的嗯 那么这本书是大阅满的前 大阅满的前行啊 前行啊 前行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前行呢啊 修了这个前行以后啊 修完了以后 就是开始进入这个大阅满的正行的这个修法 那所以叫做一个啊 所以叫做前行啊 也就是说 前行是大阅满 修大阅满的最后的真正的修 真正的大阅满啊 修真正的大阅满的一个预备的啊 一个预备的修行啊 一个预备的工作 一个预备的修行 这叫做前行啊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 这个皈依啊 就是这种皈依嗯 那这种皈依呢啊 首先我们讲这个啊 啊 皈依的分别 然后呢 再讲这个皈依的具体的修法啊 啊 啊 那皈依的分别 就是说皈依有多少重皈依呢 啊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有三种不同的皈依啊 三种不同的皈依嗯 啊 第一个啊 啊 这个皈依是什么呢 啊 第一个皈依还不是大成的皈依 也不是小成的皈依啊 啊 就是你时间法的皈依啊 嗯 什么样的叫做时间法的皈依呢 啊 这是为了获得啊 人田的福报啊 而皈依佛们啊 或者是说啊 为了下意识啊 不夺地狱啊 不夺处神 不夺恶贵啊 啊 或者是说下意识啊 啊 为了这个健康啊 长手发财 就是等啊 这样子的这个 这些为了这些时间的这个福报啊 而为了获得这个时间的福报 而皈依佛们啊 这种这个皈依叫做啊 什么呢 这叫做这个时间的皈依啊 这个又不是大成的皈依 又不是小成的皈依 这叫做时间的皈依 嗯 嗯 也就是说啊 这一生当中 或者是下一生当中 为了避免一些灾难啊 为了避免一些灾难啊 比如说生病了啊 啊 就是为了啊 这个 这个 渐情啊 这个病的啊 痛苦 就皈依佛们啊 少想啊 拜佛念经等等 那这都叫做这个时间的这个皈依 啊 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不能这样子皈依 这是第一 嗯 第二 就是小成佛教的皈依啊 那小成佛教的皈依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为了啊 为了自己的解脱啊 就是为了了脱自己的生死啊 啊 皈依散报 那这叫做小成佛教的这个皈依 嗯 这是第二啊 啊 我们也不能这样子发心 这是第二 敌散是什么 敌散就是大成佛教的这个皈依啊 那大成佛教的皈依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菩提心的啊 基础上 嗯 就这个皈依啊 菩提心的基础上皈依 也就是说啊 我为了度化啊 我为了度化一切终生啊 为了度一切终生啊 我一定要成佛 嗯 那为了成佛 我今天啊 先皈依佛门 嗯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修行 那这种这种法心呢 叫做这个大成的这个法心 嗯 那这个第一个世间的皈依 第二个就是这个小成的皈依 第三个这个大成的皈依 第三个的这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发心不一样啊 发心不一样啊 呃 皈依的这皈依处 这三个不同的这个皈依的皈依处啊 佛发生啊 都是一样的 三个都是一样的啊 皈依的方式 或者它的本质啊 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 他们的发心不一样啊 发心不一样 所以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 那变成了这个三种不同的皈依了 那我们今天啊 或者是我们以后要修的这个啊 所修的这个皈依呢 就是第一啊 这个第三个啊 就是大成的这个皈依啊 大成皈依啊 这是这个皈依的这个分别啊 啊 然后第二啊 皈依的具体的这个修法啊 皈依的具体的修法 嗯 啊 讲皈依的具体修法啊 首先啊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今天我们这个以后我们皈依的时候啊 修皈依的时候 嗯 那就是我们皈依谁呢 啊 皈依佛啊 皈依法 皈依圣 就这三个啊 佛发生啊 这三个是这个呃 皈依的这个皈依的这个皈依处 嗯 嗯 那这是现宗的啊 或者是密宗里面的工通的啊 工通的或者是工人的啊 很普遍的一种这个皈依的方法 嗯 另外一种密法里面呢 呃呃 强调了一种这个皈依 还有除了密法以外 就像这个呃 大成佛教啊 显宗的大成佛教 就像宝行轮啊 这样子的呃 轮典当中呢 也提到过这种皈依 比较殊胜的皈依 那这叫做圣意皈依啊 比如说菩提心 他有世俗菩提 还有这个生意菩提啊 啊 那皈依也有啊 世俗的皈依和圣意的皈依 嗯 生意的皈依是什么呢 就是正无啊 正无自己的心的本心啊 正无心的本心 就像禅宗里面讲的啊 这种民心见性啊 这个叫做这个皈依 这也是一种皈依 那但是我们啊 在无家性当中 修的这个皈依呢 还不是这种皈依 嗯 还不是这种皈依 我们修的就是世俗的皈依啊 那世俗的皈依是 皈依出是什么 第一个 佛发神啊 佛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的说啊 佛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等佛的花圣啊 像阿弥陀佛等佛的这个报圣啊 佛的报圣啊 像普贤网如来 或者是呃 我们啊 平时讲的这个如来藏啊 或者是这个禅宗里面这样的这个佛心啊 他是这个佛的这个发圣啊 佛的发圣啊 华神 报神 法圣啊 这就是佛的三圣啊 这叫做佛啊 这三个叫做佛 简单的说啊 简单的说 华神啊 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子来 读化终生的佛的花圣啊 啊 阿弥陀佛这样子宝神啊 花生和宝神的差别 花生呢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清净的 在表面上看 不清净的 比如说动物的身份啊 或者是这个人类当中的这个社会最低层的人的身份啊 甚至这样子的这个花生都有的 有各种各样的花生嗯 那么宝神呢 就是一个很清很清净的这个啊 这个佛神就是像阿弥陀佛啊 等等金刚萨多啊 等等叫做这个法啊 这个宝神嗯 然后法神啊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 就是法神 真正的佛 就是这个心的本心 就是佛啊 佛心光明如来葬 这叫做这个佛的法神 这三个就是佛 这三个都叫做佛啊 这是第一 然后法啊 法是什么呢 法就是凡师释迦牟尼佛穿下来的法啊 无论是大成的法 小成的法啊 先宗的密宗的等等啊 这叫做法 这是第二 那法我们也可以分两种法啊 教法和正法啊 正法是什么呢 正法就是戒丁慧啊 戒丁慧就是这个正法啊 教法是什么呢 教法就是佛经啊 佛经就像大赃经啊 叫做这个教法 教法和正法当中啊 包含了所有的佛法啊 这叫做法 然后呢 然后呢 圣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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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成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从大成佛教的角度来讲啊 像文殊菩萨啊 观世音菩萨等 嗯 哪怕是一位菩萨啊 也叫做这个僧众啊 都是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 叫做这个僧众 嗯 小成佛教的这个僧众呢 啊 就是四个以上的这个 呃 情经戒律的啊 出家人 比如说四位彼求啊 叫做这个僧众 嗯 这三个是佛法僧 那在一半的这个啊 大成和像不这个啊 密宗和先宗啊 工人的啊 这个普通的 这个最普遍的这个归宜是什么呢 啊 我们把佛啊 啊 当做我们的道师啊 道师是什么 道师就是引导我们的呃 上师啊 引导我们的 就像导航一样啊 就祈祷这个作用 导航的作用啊 引导我们的上师啊 叫做导师 佛就是我们的导师 也是我们的老师啊 第一 第二 法 啊 法是什么呢 法就是真正啊 为我们解决问题 给我们解决问题的 就是法啊 并不是僧众啊 也不是佛啊 真正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是 是什么 就是佛法啊 佛法才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啊 那有佛 但是佛不穿法啊 即使是佛穿了 我自己不修心的话 那就是没有勇的 佛也救不了啊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 在佛的身边啊 经常跟佛在一起的啊 很多出家人啊 很多修心人啊 最后啊 自己修不好了啊 就没有成就 不但是没有成就 而且有些人呢啊 就多了恶趣的 这样子的人也有 所以不是法啊 不是这个佛 就是法啊 法是我们最需要的 那那僧众呢 啊僧众 僧众就是我们学佛的话 那就是需要僧众的帮助啊 需要僧众的帮助 如果没有僧众啊 那我们没有办法学佛了 所以需要这个僧众 嗯 那我们啊 要皈依这三个啊 那皈依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 皈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我们啊 发自内心的这个 一种发实啊 一种决心 嗯 叫做这个皈依啊 皈依 虽然我们修这个皈依的时候 我们虽然要念啊 十万遍这个皈依的极子 嗯 但是呢 那这个皈依它是不是皈依呢 它不是皈依啊 这个不是皈依啊 有些时候呢 那么我们这个皈依的时候啊 我们边连啊 边磕头啊 那这个磕头是不是皈依呢 也不是皈依 那么这都不是皈依 那么皈依是什么啊 皈依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觉醒啊 下觉醒啊 或者是一种发誓 嗯 叫做这个皈依啊 那么发什么样的事呢 啊 什么下 什么决心啊 第一个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啊 我从现在起 圣圣死死啊 释迦牟尼佛 等这个佛的花生 宝神 佛的花生啊 就作为啊 我的这个唯一的道士啊 作为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士 从今以后 佛才是我的唯一的道士啊 这种决心啊 这个决心叫做皈依佛啊 这就是皈依佛 嗯 然后第二皈依法啊 皈依法的时候呢 我们也下决心啊 发誓 我从现在起啊 释迦牟尼佛的法 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和正法 那才是啊 作为我唯一的这个所修的法啊 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啊 不修谢门外道的法 这种啊 这个皈依啊 这种决心叫做皈依法 这是第二啊 第三就是这个皈依僧啊 皈依僧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发誓啊 从现在起 学佛的僧众啊 才是我的唯一的道友啊 道友啊 唯一的道友 这叫做这个 这叫做这个皈依 皈依僧众啊 这三个非常的重要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 这为什么需要这三个呢 很简单啊 比如说啊 首先我们啊 要知道什么叫做学佛 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啊 这个学佛 那第一个啊 学佛就是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啊 简单的说 学佛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 学习嗯 那么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学习的话 在这个学习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 有三个条件是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条件 嗯 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一个学生啊 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啊 需要有个很好的老师啊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 需要有他所学的 他想学的这个课程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啊 就是需要有这个同学 家长以及啊 其他人的帮助 只要有这三个啊 就可以学习了啊 同样的我们学佛的时候呢 呃 需要有老师 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 佛就是我们的学佛的这个老师啊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啊 法 这是我们所学的这个课程啊 如果没有说没有没有法 那么虽然是有佛了 但是呢 啊 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 啊 所以这个佛法是第二啊 第三 圣众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导游 同学一样 需要他们的帮助 没有深重的帮助啊 那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啊 没有办法学佛 所以啊 就要皈依这三个啊 皈依这两个字的意思啊 含义是什么呢 啊 移植啊 依靠啊 嗯 依赖啊 这样子的意思 嗯 那比如说学生 嗯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 他要依靠老师啊 依赖他的老师啊 啊 这个 依执他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向老师学东西啊 然后他要依靠这个科本啊 这科本 他为什么他学这里面的东西 所以要依赖这个啊 所以要学这个皈依法 然后呢 也要依赖啊 他的同学家长的帮助 我才能够学习啊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佛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要去皈依这三个呢 啊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这是一个啊 从另外一个啊 角度去讲的话 啊 另外一方面讲的话 比如说啊 首先学佛是什么 意思呢 学佛啊 是 学佛的内容啊 学佛的目标是什么啊 这是断除啊 我们自己 还有其他人啊 断除所有众生的烦恼啊 断除所有众生的这个 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啊 这个叫做学佛 这个啊 这个叫做这个 对 这个叫做学佛 那那怎么样达到这个 这个目的呢 嗯 那这个就是需要三个条件 那比如说病人啊 在医院治病的时候 就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 那第一个就需要有很好的医生啊 这是第一 嗯 第二啊 就需要有很好的药物啊 第二 第三啊 就是帮助病人啊 打枕吃药 这样子的这个护士啊 就需要这三个帮 这这三个条件啊 只要有这三个条件 可以治病啊 那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学佛的时候呢 以神是谁啊 给我们治这个贪嗔痴啊 生老病死的痛苦的医生 释迦牟与佛啊 佛就是我们的医生 所以我们要依赖 比如说病人啊 病人他要依赖他的医生 依靠他的医生啊 抑制他的医生 为什么呢 他这样子 他才能够解决他的痛苦啊 同样的 我们也要依赖释迦牟尼佛 依靠释迦牟尼佛啊 因为他是我们的医生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归一法的时候啊 一样的 这个比如说病人啊 他要依靠这个药物 依赖这个药物 抑制啊 这药物 因为这一摇可以解决他的痛苦啊 同样的我们学法的时候呢 啊 这个 依靠 依赖 这个佛法 原因也是这样子 这是第二啊 第三啊 这个 呃 病人啊 也要依赖 啊 依靠 胡使的帮助啊 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呢 也要需要这个 这个僧众的帮助啊 如果没有僧众 我们没有办法学佛呀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 虽然是成佛了 转法轮了 但是呢 我们啊 没有福报啊 亲眼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 啊 亲耳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发 然后呢 佛啊 虽然是留下了大量的这个佛经啊 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去看啊 看不懂 所以需要有深重的帮助才可以啊 学啊 所以我们要依赖深重啊 这是这样子的道理啊 呃 呃 年经啊 这些都不是 那都不是 啊 那么归尼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一个啊 一个这个啊 这个啊 累在的一种这个法心啊 法实啊 这叫做归尼 我们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啊 那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嗯 标准啊 这个大院门的前行啊 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啊 这个标准是啊 如果归异了以后啊 有一天如果我不摄取这个佛法神啊 如果我不摄取啊 的这个散保的话啊 如果受到这个生命的威胁啊 生命的威胁啊 我也不放弃这个佛法啊 有这样子的觉醒的话 那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标准啊 虽然我们要完成这个十万遍啊 这个归一 这个归一的念诵啊 但是这个十万遍啊 念完了啊 但是这个标准 实际上这个标准啊 没有达到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归一的修法啊 不够标准啊 还没有修好 嗯 如果还没有念完这个十万遍啊 之前啊 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标啊 这个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那啊 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已经修处归一了呢 实际上已经修好了 这个归一啊 但是呢 这个十万遍念诵啊 我们还是要念完啊 这个五家心当中每一个都是 这个 这个 虽然这个追伴念虽然不是最重要了 但是呢 还是要完成的 嗯 啊 这个就是归一的本质 嗯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啊 具体的修法 那我们怎么样去修啊 这个归一的修法 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归一的一些 理论啊 员离啊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讲具体的修法啊 那具体的修法 这个书里面讲的也很清楚了啊 简单的我们也现在呃 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 首先我们要观想啊 观想 嗯 这个观想只有两种观想啊 有一个是比较简单的观想 比较简单的观想呢 比如说我们修这个金土法门的时候 也要观想阿弥陀佛 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就做一些 简单的这个归一的时候呢 啊 也要观想这个佛法神啊 也要观想 但是呢 这个观想的要求不是很 不是很高啊 就是也就是说 不需要观想非常的清楚 那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心里啊 就像释迦牟女佛在我的前面啊 然后呢 在佛的周围就有这个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僧众啊 然后呢 每一尊佛和每一尊这个菩萨都有解定悔 他们的结律 他们的产定 他们的智慧啊 就是佛法 这样子啊 心里这样子想一遍 也可以 嗯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我们修大圆满的前行啊 修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 啊 这个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 嗯 那我们要诡异的这个观想啊 那观想的时候 这个观想的方法呢 嗯 我在这个灰灯之光里面呢 呃 解少过很多词啊 因为我们很多人啊 这个修心的人就是有两个 大家都遇 大家所有人遇到的两个问题啊 两个问题呢 大家都比较困扰啊 那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观想不清楚啊 观想不清楚 很多人都说观想不清楚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啊 观想的时候啊 或者是这个不观想啊 修餐顶的时候就心进不下来 心进不下来 就是这两个问题 大家都存在的 那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 心进不下来啊 这个很正常的 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是需要修餐顶啊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啊 就是观想不清楚 这个为什么观想不清楚呢 因为我们没有通过这种观想的方法啊 方法去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观想 所以观想不清楚 所以观想的效果不好啊 那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啊 简单的说 我们首先啊 就要清这个归一镜的汤卡 那归一镜的汤卡啊 然后把这个汤卡放在前面啊 归一镜的汤卡啊 放在前面啊 然后呢 我们就坐在这个归一镜的前面 然后呢 两只眼睛啊 就看这个佛像啊 先是看中间的莲花生大师 看 看莲花生大师啊 然后呢 再看这个周围的这个佛啊 菩萨啊 其他的这些三宝 这样子以后呢 时间长了以后啊 就是在心里啊 或者是在眼前啊 非常清楚的这个 非常清新的啊 显现出来啊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这个恐怕是一个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可能一个星期可能 五六天三四天还不行 嗯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啊 就把汤卡放在前面 嗯 然后呢 在汤卡的面前呢 就供一个简单的公平啊 然后呢 我们大桌就坐在这个汤卡前面 然后呢 心里不像任何事情啊 过去的未来的什么都不像 心完全紧下了啊 然后呢 两只眼睛就定在这个莲花生啊 或者是周边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啊 佛菩萨啊 的这个 先看脸部 然后再看身体啊 这个我在书里面介绍的很清楚了 就按照这个顺序去看啊 然后就最后啊 就闭着眼睛的时候呢 也就是啊 就是非常清楚的啊 先贤出来的时候就就修成了啊 这时候就可以不需要再观再观想了啊 那观想的时候呢 啊 这个这个汤卡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啊 啊 我们观想这个呃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观想啊 啊 这个莲花生大师的 他的本体啊 他的本体就是观想为我们的啊 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金刚上师的这个 那歪毛啊 相毛就观想为这个莲花生大师啊 莲花生大师什么样子呢 这个佛经啊 这个啊 前行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了啊 就观想莲花生大师 嗯 啊 然后在这个前面的这个鼠指上啊 前面的鼠指上呢 观想啊 佛啊 连花这个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要师父等这个佛啊 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鼠指上啊 后面的鼠指上啊 就观想佛经啊 一大圆满的这个佛经 还有其他的这个博日空心的这个佛经啊 观想佛经各种各样的佛经 嗯 啊 然后右边的这个鼠指上啊 就观想大乘佛教的八大菩萨 大乘佛教八大菩萨 坐边的这个鼠指上呢 就观想啊 啊 声温 也就是说 小乘佛教的这个像 母见脸是离子等啊 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 呃 呃 神众 嗯 那这样子呢 这个五个鼠指上啊 啊 中间是炼华圣大师 这个就是呃 上师啊 前面是佛 左和右是僧众啊 啊 那后面是我这个佛法 那这上面呢 有佛法僧还有上师啊 佛法僧还有上师 嗯 那这个里面呢 已经包含了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归一禁啊 那我在前面呢 观想一些其他的 这个这个胡法呀 之类的啊 但是主要是观想这个 佛法僧啊 这个观想 观想完了以后呢 啊 我们然后呢 就坐在这个 呃 这个唐卡前面 然后就 首先我们呢 一开始的时候 还不要念这个 呃 这个皈依的吉顺啊 开始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 这个修法都是一样 首先还不忙着念啊 念顺啊 衣柜啊 这都不念 开始的时候先观想啊 观想完了以后呢 观想比较清楚 达到比较清楚的状态的时候呢 然后心力啊 内心当中发行啊 瞎觉醒发誓啊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 从现在起 释迦牟尼佛 作为我的唯一的导师 等等啊 这样子心力啊 就在流行当中啊 啊 这个发誓 嗯 瞎觉醒啊 这些都完了以后啊 然后就开始念诵 然后就开始念诵 念这个 呃 这个皈依的吉顺啊 皈依的吉顺 有很多众 啊 这个有很多众不一样的 这个皈依吉顺 但是我们就可以念这个大圆门的呃 这个前心呢 有一个这个凯弦解脱岛 这个很简单的 有四个吉顺啊 有有有有有有一个吉顺 四局 嗯 就念这个 也可以啊 或者是大圆门的前心啊 啊 不先上是眼角 里面有一局啊 有一个机子啊 也念也念这个念念十万遍啊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啊 佛是什么 佛的功德是什么 为什么要就唯一的 我们刚刚说了啊 唯一的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士啊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士啊 那并并不是其他的 比如说啊 时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鬼啊 身啊 上帝啊 造物主啊 万能神啊 啊 为什么这些不做我们的这个道士呢 这是什么原因啊 就是因为佛才能够啊 度化一切终生啊 佛才能够度化一切终生 佛才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 佛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啊 除了佛以外啊 这个任何一个啊 世间的这个鬼身啊 他虽然他们有神童有失利啊 但是呢 那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啊 这个解脱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指一个解脱的道路啊 所以我们不归异啊 所以就至归于佛 就是类似的啊 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佛的功德啊 归于之前啊 归于之前必须要了解佛的这个功德啊 归于佛之前要了解归佛的功德啊 归于佛法之前也要了解一下这个佛法的功德啊 归于僧众之前也得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僧众的功德 这个非常重要啊 中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伦等很多书里都讲了 那如果我们根本不懂啊 这个散报的这个功德啊 散报的这个功德特点这样子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对散报这个生起信心啊 如果对散报没有信心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啊 归于了啊 实际上就是得不到这个归于戒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还是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啊 佛的这个佛法圣的功德嗯 这样子 然后在佛前啊 归于啊 这个呃 翻夫的去啊 就这个发发实 我从现在去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圣 归于莲花上大师啊 啊这样子就这是一个训练的啊 一种训练的一种过程啊 这是一种训练的过程啊 训练什么呢 我们就是训练啊 鉴定不移的归于三宝啊 最后要达到这个训练 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啊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目标 表准是啊 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生命的威胁啊 也不放弃三宝啊 也不放弃三宝啊 就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啊 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表准的嗯 这个归于啊 也就可以说从此以后呢 我们自己也就是啊 成为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佛教徒啊 非常标准的佛教徒啊 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梅艺座啊 念完比如说我们念两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的话 那么呃三分之一的时间啊 三分之一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大佐大两个小时的话啊 那么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中啊 呃三分之三分之二的时间当中啊 就去观想啊 观想 然后去发誓发行就做这些 那然后剩下来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中 就去念诵啊 这样子 但是很多人的这个时间啊 不多啊 然后大家都很忙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念诵和这个观想的这个时间啊 自己调整啊 啊 但是最低的显度也是啊 先啊 不念诵啊 观想啊 观想完了以后呢 去这个发誓啊 下决心啊 必须要 必须要经过这两个 这个完了以后啊 然后呢 虽然是没有 还要还没有过这个啊 三分之二的时间啊 但是呢 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呢 要认认真正的去观想一下发行啊 然后就开始念诵啊 念啊 最后念完的时候啊 最后念完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啊 这个起左的时候啊 这个是我们观想啊 这个首先是我们刚才观想了佛不少啊 这个我们呢 自己还要父母啊 这个这一生当中 或者是上一世的 比如说自己的仇人啊 上害自己的人 或者是天人啊 非人啊 等等 这些这些众生呢 都观想在自己的周边 然后观想啊 我们大家一七归一三报啊 一七归一三报 就是这样子观想啊 结束的时候啊 那结束的时候呢 结束的时候 首先我们观想我们自己 包括自己在内 然后呢 周边的父母 还有仇人 还有其他的众生啊 所有的众生都融入这个 炼花生大士的心口 炼花生大士的心口 那归一的时候和金刚撒舵啊 这修法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比如说金刚撒舵的修法 还有上世瑜伽的修法的时候呢 那上世花光融入我们啊 或者是金刚撒舵花光融入我们啊 是这样子 但是在归一的时候呢 就不是这样子 归一的时候 归一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修法 但是我们这个修法呢 大爷们的前心呢 农清阴体 农清心水的这个修法 就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自己啊 我们把自己观想在这个 笔面上啊 面前的 呃 虚空当中就观想了这个上世上报了 那我们所有的人啊 就融入啊 这个莲花生大士的心口 莲花生大士心口 然后呢 莲花生大士周边的这个啊 前面的佛 后面的佛经啊 然后左右的这个啊 呃 僧中也就开始慢慢的华光啊 华光以后呢 最后就是融入到这个莲花生大士的心结啊 莲花生大士的心结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剩下一个莲花生大士啊 我们地面上的这个 这个皈依的这个终生都已经进入了啊 已经融入了莲花生大士心口 然后呢 周边的这些佛菩萨 胡法也都融入了莲花生大士 那这个时候呢 只剩下一个莲花生大士啊 然后莲花生大士也就是慢慢的花光啊 化光的意思就是说啊 一个这样子的佛像啊 从他的边缘上慢慢变成广啊 之前呢 这是一个佛像 一个莲花生大士啊 当然不是一个佛像啊 它是一个活的这个 这个莲花生大士啊 那从边缘开始 化光 化光的意思呢 它就变成 首先是一个人的身体啊 然后慢慢就变成一团广啊 最后呢 没有这个头啊 手啊 没有这些形状 这是一个圆圈啊 就是一个圆圈 一个名点 这个叫做 一团广啊 然后这个光呢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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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这光也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 消失啊 也就是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啊 溶如发结啊 溶如发结 溶如发结的意思 最后就是在虚空当中啊 就消失了 嗯 那这个时候啊 只有虚空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啊 时间空间啊 佛 菩萨啊 归井啊 归除 归哲啊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在这个虚空当中消失啊 这个消失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心啊 静下来啊 静下来啊 就这个时候呢 啊 不不不追究啊 过去的事情啊 然后呢 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明天后天要干什么 做什么啊 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这个事情啊 也不要去这个啊 执着当下的任何一个事情啊 在这种状态下 静下来啊 静下来什么都不像 但是这个什么都不像 这个是什么状态呢 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当我们皈依啊 发心或者是这个前行还没有修还没有修完之前啊 这个什么都不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阿赖耶什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啊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扎捏呢 就消失了啊 但是没有证物啊 这个不是证物 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啊 就工作很累很累的时候 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 就一回家啊 在沙发上一坐啊 然后就立即就发呆了啊 没有任何的扎捏 什么都不想想了啊 啊 就是这种状态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是产庭啊 不是更不是争务 什么都不是 是心里没有什么扎捏而已啊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境界了 这个不是什么境界 但是呢啊 不是境界呢 为什么要修这个呢 就是我们母亲呢 我们还没有证物的人来说 那就只有这样子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基础 然后在这种基础上啊 如果我们的家心修得好的话 在这种基础上有可能证物 有可能证物 但是呢 他自己本身不是证物的境界 证物的境界 他离证物啊 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呢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 基础啊 这个以后我们修禅丁的时候呢 也就是修这个禅丁啊 禅丁禅丁 大家都说禅丁 什么是禅丁呢 禅丁和知会啊 分开了以后呢 生下来的这个 这个单纯的这个啊 这个禅丁是 是什么 就是心心下来了 那还没有整物啊 还没有整物空心 还没有整物这个 大圆满 什么都没有整物 这是心心下来了 那心非常的清净啊 非常的这个平清啊 这个叫做这个啊 这个叫做这个啊 这叫做禅丁啊 这是还不是真物 但是呢 我们呃 呃 秀这个 以后秀这个禅丁 就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正物空心的 那正物空心 他自己不是啊 你们不能认为啊 这个是秀大圆满 呃 秀这个大手印 都不是啊 哪个人的啊 心可以这样子 静下来的 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啊 有些时候呢 自然而然 也可以静下来啊 有些时候呢 啊 通过一些引导啊 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也可以做到 也可以做 就像催眠一样啊 也可以做得到 嗯 有些时候呢 就刚才我们说了啊 就是一些生理上的原因 比如说他过度的这个疲劳 呃 这样子的时候呢 也这个叫做发呆 呃 也就是一个很平静的 嗯 但是这个不是啊 不是修这个不是大圆满 更不是大跟大圆满 跟这个两回手完全是 田地的差别 呃 所以 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呢 还没有修家庭的时候 呃 去修大圆满 啊 最多 啊 最多就是这种状态了 啊 啊 最高就是这种状态了 那这个状态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境界 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啊 这个就是啊 最后的啊 啊 啊 融入啊 这个发界当中 啊 融入了发界以后呢 我们什么都不相信 下来 嗯 如果在这个 这个这个时候啊 真无空心的话 啊 正无空心的话 或者是已经真无空心的人这样子经下来的话呢 那这个叫做圣意归异啊 啊 圣意菩提心是一样的 圣意菩提心 实际上是正无空心的智慧叫做圣意菩提心啊 啊 啊 圣意的这个归异是什么呢 也就是终了归异 归异终完了以后呢 啊 正无进入了这个正无的境界啊 这个就叫做这个圣意的这个归异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们当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境界啊 根基啊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还不要忙着去终这个啊 先终这个归异 啊 这个完了以后呢 啊 这个都结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起坐啊 啊 起坐的时候啊 起坐的时候 起坐以后怎么样去起坐呢 啊 啊 怎么样去处这个入坐以后 怎么样去处坐呢 啊 这个灰灯之光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处坐于啊 这个入坐的修法啊 入坐于处坐的修法 就看看这个啊 或者是听听这个光盘 啊 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 然后这样子呢 啊 就是一个啊 一个一个修法 啊 一个阶段 比如说这个阶段 也可以是两个小时啊 也可以是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 平时需要上班的人啊 最好能够保持一天两坐啊 每天早上一个小时 早上一个小时 早起一个小时 大坐一个小时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晚上啊 一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 这样子每天两个小时啊 然后星期六 星期天啊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的话啊 那就呃 在多加两座 或者是一座啊 比如说早上一座 上午一座啊 然后呢 嗯 晚上一座 下午一座 每一座啊 每一座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么一天就修八个小时 这样子就非常好了 星期六 星期天啊 啊 然后有假期啊 假期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就在周边的啊 一些这个啊 寺庙啊 或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啊 就大家啊 比如说呃 一个小组啊 或者是十几个这个师兄啊 就大家一起公秀啊 就修七天啊 闭关七天 闭关十天 闭关五天 这样子专门秀 这个皈依的修法的话 那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啊 只有这样子修啊 那上班的人呢 就只有这样子修啊 呃 不能我们一直都说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 那没有时间 一年一年时间会过去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 永远都修不完加薪啊 所以还是要 每天要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 去修啊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齐作以后的修法啊 和如作的修法啊 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啊 修法呢 嗯 这个讲完了 然后我再串一下啊 串一下这个修法啊 这个传承是非常重要啊 这个藏传佛教 还尤其是这个密法啊 里面呢 这个非常的重视啊 这个这个传承啊 非常重视传承啊 那传承它就是有两种意思啊 两种含义啊 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传承啊 是这个从比如说啊 从这个莲花生大师啊 到我们的这个根本上师之前啊 这个发埋啊 这个发埋啊 这个发埋从来没有间断啊 从来没有间断 一代一代这样子这个传下来的啊 那么传下来了以后呢 这个当中啊 这个发埋没有间断 这样传下来了以后呢 这个里面啊 就有这个传承上师啊 和根本上师的这个加持啊 有加持 这是一个意思啊 这就是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呢 如果没有传承啊 没有传承 我们自己去看书啊 自己看书 看一个这个 比如说皈依的修法啊 我们自己去看一边 看一边两边的话啊 呃 字面上的很多内容 我们也就也就 如果没有人讲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 可以了理解了啊 但是呢 嗯 这个还是要听啊 如果有些细节的 这个修法上的问题 呃 如果我们自己去看书 这个不一定能够懂啊 所以在不懂的情况下 这样满手下连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就是修心啊 就不会有结果啊 第二个呢 甚至是啊 修心的过程当中 会出一些问题啊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传承啊 必须要传承 也就是说啊 我们穿这个法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啊 这个至少啊 至少我们在我们的上师啊 哪里听过了啊 听过了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 穿下来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些修心的啊 一些细节上面的这个方法啊 就能够张握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不会有不会出什么问题 修心上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传承非常的重要啊 藏传佛教 尤其是米法啊 非常的重视这个传承啊 所以我们先念一下这个传承 穿一下啊 那我们穿的时候呢 在座的人啊 现场的人 大家都可以到这个传承啊 然后这个网络直播的同时啊 就在这个时候啊 正在听的各个地方的这些人啊 我想也可以得到这个传承啊 然后从明天以后我们会往上这个滚东的播放 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一个人在传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想啊 我踩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会得到这个传承啊 不会得到传承 那现场的人和正在讲的时候听的啊 这些人呢 无论是在在在远的地方的人 我想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传承啊 我推理猜测的话 应该是得到这个传承啊 得到这个传承以后呢 就可以修了啊 就这样子 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回向 要看 这是什么 不是 我 我 这是 仔继续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